這個就是傳說的M字腿 這個傳說的M字腿 是他發明的喔 是他發明的 大家都不知道 第一次認識的台灣女生就是比較紅就是她 我穿比基尼 拍照蠻多的 歡迎收看夢多TV 來了 今天我現在 你看吧 有沒有發現我越來越瘦了 因為我現在備賽 剩下兩個禮拜 我跟你講 現在一邊講話 一邊有點喘 現在完全沒有踢力 但是今天來這邊不是我自己的訓練 今天有重量級的來賓 我跟你講 瑟瑟非常厲害 我今天有一點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日本比徐羅瑄 比比安斯還有名 還有精神舞 還有名 所以真的 我第一次 我今天看到他可以合作的時候 非常的緊張 但是我發現 有可能是很多台灣人不知道他是誰 那我今天好好介紹這個人 就是殷琳桑 來來來來 可以幫我做介紹一下嗎 大家好 我是凝琳 然後我從小就住在日本 然後在日本 有上過日本的寫真集 然後還有電視節目 然後在台灣 其實很少出現在台灣 對 我跟你講 他是他真的很有名 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說真的 我以前 就很多那個日本的大型的綜藝節目 就是他會出現 那我問妳 為什麼在日本發展 我為什麼在日本發展 因為我可能就是從小就有明星夢吧 然後希望可以當模特兒之類的 然後自己就是看到招募的那個 那個歐步的 就有些那個比賽啊 那個明星夢想 那個什麼那種的東西 那種的那個 節目 然後就 就一直走 走進去那個日本的演藝圈 他真的很 我跟你講 他就是還有參加過那個摔角的比賽啊 我都有在看你的節目耶 這個嗎 真的啦 真的啦 因為我 那幾年前啊 我去的時候 我好像高中高中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你超級紅 就是每個禮拜啊 看電視啊 轉台都有他 你是不是看我煮那個很難吃的飯 啊 對對對 有看 他不太會煮飯 沒關係 長得可愛漂亮 但是呢 今天我先 剛才一起簡單的運動 然後運動的時候就是好好採訪 因為我相信現在台灣的觀眾們 很想知道他的事情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喔 那先運動囉 Let's go 我都要參加一下 你真的要煮什麼 我都要怎樣 我都要煮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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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驅到你們的 這裏 還要煮什麼 我都要煮什麼 就煮什麼 我都要煮什麼 我都要煮什麼 在一隻 愛的 大概六十個七十八 所以如果你練好下半身之後呢 你的太鮮變好 這個就是傳說的M字腿 這個傳說的M字腿 欸 是他發明的喔 是他發明的 大家都不知道 六個 很累嗎 很累嗎 超累的 再兩個 還兩個 我跟他的身份完全就是那個不一樣 他是台灣人 但是在日本長大 然後在日本的演藝界發展 我是日本人 但是我在台灣的演藝界發展 所以真的這個很有趣 那我請問一下那個 你真的是做這樣的時候 有什麼比較意外的 或是你想的跟做的不一樣 意外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第一就是我穿Bikini拍照蠻多的 然後他的那個布的那個面積很小 欸 真的 我第一次 對 因為以前他是性感路線 現在非常有氣勢 但是 年輕的時候其實就是說 那個比較 穿的比較辣 或是穿的比較少 可惜 現在是從那個做那個氣勢 啊不不不可惜 不是可惜 對 不是可惜 對對對 就是不一樣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很害羞吧 第一次拍照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害羞 因為真的是面積太小 不知道去怎麼遮住自己的那個 就是不知道怎麼遮就是了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穿了之後也不敢出來給 就是不敢出來 就是猶豫很久這樣 就是換完衣服 不敢走出去 那這個是你們的公司安排 所以就是百分之百要做 就是要做 嗯 對 對 就是百分之百要做 但是 做了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 欸 這還蠻OK的啊 對我來講 蛤 你開花好快喔 馬上就開了 馬上就開了 然後就很喜歡拍照這樣 好可愛 蠻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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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吃看看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好吃嗎 超好吃的 這個就是我們日本的 九州人攻擊線的 真正攻擊口味 所以那個時候你非常害羞 但是就是 後來想得開 因為我覺得它拍出來的那個感覺 比我想像的還好 沒有那麼A A是什麼意思 就很設計 沒有那麼設計 沒有 對 它 我是覺得看起來就是 其實我本身私底下 是一個很保守的裙子 就是 沒弄短裙都不太穿 這個 對 因為我發現今天我跟Tao Ren的時候 就是聊天的時候 私底下聊天的時候 他一個非常害羞的人 然後非常 看起來不是做這一行 對 就是做這一行的 就是這種的 對 就是很好就是 對就是很開爛啊 然後什麼都不怕 什麼什麼都敢講 但是我發現 日本的演藝圈的人 是像這一種的 比較害羞 但是要工作的時候 變得完全不一樣的 比較多 對 有可能 對 然後我再好奇你 一開始穿那個 比較性感的路線嘛 然後怎麼加入 專業節目 日本的專業節目很難進 台灣也有演的那個什麼 男女糾察隊 我知道 在台灣很紅啊 知道吧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男女糾察隊的製作人 可能 就是突然找我去上他們的節目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裡面的製作人 可能又跟那個辣妹圍區 相關 然後後來就是辣妹圍區 煮了一些菜很難吃 然後他們好像 我又看 嘿嘿 我又看 感覺台灣的人不會煮菜 這個會不會太難嗎 他超級難 欸 超級不會煮菜的 我那一隻我 我永遠都記得 蛤 台灣的女生是這樣子嗎 因為我那個時候 對台灣的女生的印象是沒有的 所以 我第一次認識的台灣女生 就是比較紅 就是她 不是旭肉圈喔 就是她 因為我旭肉圈我知不知道她是誰 但是 我的時代就是她比較紅 然後那個時候覺得 蛤 那麼漂亮是身材又好 然後不會煮菜 很好笑 而且她的肉圈就很可愛 不是很可愛 她的肉圈就是跟日本人一樣 但是 一點點還是吃可愛的可以 難怪 那麼紅 可是台灣女生不是都不會煮菜嗎 你講看看啊 講看看啊 她講到台灣女生不會煮菜 台灣女生 比較我比較 不會煮菜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我都沒有進去過廚房 就是 我一個人住嘛 然後廚房都是 放東西而已 還沒有開過碗子 然後一些電器用 像那種什麼 那個什麼 台灣怎麼講 電鍋 電鍋 電鍋我們家也沒有 所以也沒用過電鍋 然後她就叫我 就是煮飯 其實我也不會煮 就是亂弄 對對對 我真的很好奇 很多我們台灣的製作人 還有我們的 電視權的人說 你們比如說 綜藝節目啊 就是進本的時候 會有嗎 比如說 那大家要笑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吧 對吧 你看吧 你們是浪講 怎麼剛剛綜藝節目這樣做 很多人說 你們的日本的綜藝節目 聽說 比如說 主持人講A一個東西 大家要笑 屁 你看不用浪說 這個是真的沒有 因為我也參加過幾次 也沒有 就直接來嘛 就直接來 就是有無家的會議嗎 開會 開會 對 就是要開那個 怎麼講 要拍之前會有 大概 那台灣也有 那你們有大字報嗎 大字報 啊 有時候才會有 就是 比如說那個 主持人忘記了 忘記問那個 主持人特別來講 他就會 OKOK 所以基本上 台灣的節目 跟日本的節目 都聽起來都 蠻像的 蠻像的 好像差不多 台灣的話 就是大家都 比較有主見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那個 怎麼講 就藝人他們都是 都有主見 然後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不想做什麼 就不想做什麼 就比較好 但是這個我覺得有好有換 因為 我以 藝人的身分 就是別人的節目 當然 我會配合的 但是主要的是 我可以表達自己的一切 但是日本是不行的 但是 如果我當製作人的時候 很多台灣的 新的 而且是女生 而且是網紅 而且是不紅的 自己以為紅的 媽的都講不聽 然後說 好 我覺得這個不要 你懂電視嗎 你了解嗎 但是 我的皮膚是我製作人 就不能發脾氣 也就是 哈哈 就是好好普通 然後我還有一個好奇 是你們台灣 啊 日本啊 拍美式節目的時候 是不是拍很久 拍非常久耶 對不對 而且拍攝超久 拍超久的 我跟你講 不用再拍 觀眾不想看 那麼特學的東西 說是真的 講過看講得好 欸 一杯烏龍 只要這樣拍 然後就是 我一直做進來 然後這個攝影師 然後還轉 神經病是要看啊 哈哈哈哈 我說真的 那日本的就是說 人家改進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 真的 我覺得百分之百 我們台灣做得比較好 這是真的 我們拍得超快 像我們吃 實際上是比較久一點 因為他比其實 是美式節目 但是我們的 我看Jeff做的節目 大概一個小時候 節目都搞定吧 那我們都很快 因為 觀眾要 就是要 看是我們講口感 都看起來好吃 這樣就過 但是我發現 日本的一個 演藝圈的一個 比較嚴重的生病 因為他們會怕被罵 為什麼沒有這個發明 因為沒有什麼發明 所以為了這個要拍 拜託 改一下 改一下 這個要改進 對 好 我快生氣了 好 你快生氣了 我不生氣了 好 快十年了 實現過得很快 對 因為我在日本的報導 你要結婚 要回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 哇 你要回來 然後一直想說 有可能 有機會 趕快跟你合作 剛好這次我上 上個禮拜 他們問我 就是有些問題 他們的親戚問我有些問題 嗯 這是英靈上的親戚 欸 那就是我們也就 要不要合作看看 一切都是演份 原本 我剛剛在路上聊五天 然後我問他說 欸 那你台灣演藝圈有沒有訓 沒有啦 這是好事啊 這個也要講啊 我覺得 這我非常非常了解 不是說 因為他現在在台灣生活 有那個 他自己的生活的空間嘛 所以 呃 因為在日本真的很同 他去那裡的一定 一定有人說 欸我給你拍照 我給你拍照 沒有拍照 那 我們這個東西 他對日本的粉絲非常的謝謝 我對台灣的粉絲也非常的謝謝 但是有時候真的覺得 需要自己的空間 嗯 我有一次 不是有一次 最嚴重的是 我爸爸五年前過世 然後 我在錄節目的時候 二分之一小時的時候 我爸爸過世 我就是 我錄第三場的時候 接到電話 我爸爸過世 然後我還有兩場 我還是又笑笑的 還是啊 剛剛演了白痴 想說 當那個觀眾快樂 然後 就解釋說 就是會日的 然後一直在想說 哇 爸爸有過世 所以我沒有心理準備好 然後我坐飛機 然後一直在想說 等一下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我也沒有兄弟姐妹 只有媽媽 想說趕快回去 就三位吧 一直心情很差 然後呢 飛機上還是遇到說 粉絲嘛 然後粉絲 他不是故意的 那他也沒 不知道我爸爸過世 他說 夢多我喜歡你 你好白痴喔 你好好笑 你現在去日本幹嘛 去玩嗎 外情 我心裡想說 幹我的爸爸過世 但是我不能講嘛 對 我還是笑笑的 對對對 住外景啊 你要繼續白痴喔 你要加油 我喜歡你的白痴喔 你知道我那時候 心裡我要生氣嗎 還是 但還是笑笑的 對 所以就是 我希望我們 真的很謝謝你們 但是有時候 比如說 看我們的表情 有時候心情不好 幹嘛的時候 稍微 給我們一點點空間 好不好 對 然後 這次呢 我真的非常開心 我跟他合作 然後希望 他的 疫情結束之後 他的 日本的工作 越來越勝利 然後在台灣 生活得愉快 那我們今天 就謝謝你 謝謝 以後他來找我 對 蘇亞一下 一起運動 一起吃飯 對 大家 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